欢迎收看热架 我们在手上这一台呢 是福特库港 全新增加的车型 叫做Vignale 这是一个意大利文的发音 简单说就是 如果你要运动 你就选择ST-LINE 你如果要豪华精品 就选Vignale 出发前原厂的人 叫在我们说 这个车尽量不要激烈抄架 但是我还是把它开到山路来 根据我们之前试驾 这个福特库港的经验 即便是舒适化的设定 这个Vignale 它的底盘的卸掉性 还是明显的比同价位的对手 它好上不少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 为什么不让我激烈吵架 不让我讲呢 我还是花一点点时间来讲一下 这个KUGA 2.0T 它的操控特性 第一个呢 大家知道 就是它的前脉花唇 后多连杆 是福特C2底盘的标准配置 而且福特在轻量化上面 也做了一些功夫 包括这个同级车 只有它有铝合金的引擎盖 只有它有铝合金的前后悬吊的下摆壁 那Vignale跟SP-Line比起来很明显的 就是几万的时候 它的侧景稍微多了一点 它在压过一些碎针路面 你会发现它的回馈比较没那么直接 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偏软 但是我想说的是底盘的好坏啊 跟软硬其实关系不是绝对的 刚刚稍微激烈 抄架了一段 即便它的底盘偏软 但是你会发现它在转向的支撑 或者说我在连续弯中的摆档 帮你稳定车身的这些姿态 反应还是很快的 而且质感是好的 等一下再跑一段试一试 我们现在进入运动模式 一脚油 250匹马力 这个加速感确实在150万的SUV里面 没有对手 那八速自排 我觉得中规中矩 换挡平顺 反应不算特别快 但是匹配这个底盘 哇 其实是相当的得心应手 前面几段比较快的弯道 你知道侧倾变多了 但是其实整个循迹的反馈 是你很容易拿捏的 而且它的20寸的轮胎 它胎宽也增加到245mm 所以它的抓地力 其实我们刚刚这样开 也没有听到轮胎在尖叫 然后你多一点点给一点油门 这个四驱系统 它算是一个适时的四驱 就是说在弯道中 我给油 你很明显的知道 很快的 你就会觉得后轮有股推力 在帮你减缓它的转向不足 而这个四驱底盘 它的前悬吊的结构 其实跟1.5T前驱的版本 还是略有不同 因为它多了中央的这个分动箱 它的左右传动轴是等长的 所以我要强调的 虽然原厂不希望我激烈抄架 但是我觉得即便是Vignale 这样子偏舒适的设定 它在激烈抄架时的 总体的这种均衡反应 还是这个级别 这个价格带的对手 没办法相比的 好那我们现在乖乖 当一个听话的好小孩 我把它切回这个普通模式 很明显的这个油门的反应 变得比较和缓了 其实这一段的路面的状况 不是太好 但是传到车内的这个弹调 跟路面的噪音却很细微 我们之前是KUGA的时候 就有提过 其实福特对于静音工程 车式的NVH这一块 确实是蛮讲究的 包括它整个平整化的底盘 包括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它前后的这个内轮拱 都是用那种热压住的 复合纤维材质 甚至你细心一点看 它的侧窗的玻璃 还比一般的更厚 然后它的前挡玻璃 用的是夹胶式的 既隔音又隔热 所以我们回归这个Vignali 它这个豪华精品SUV的调性 确实250P这个2.0T的动力 它会让你在动力的提取上 更加冲容 你甚至不用刻意降挡 那整个在行路质感的表现上 铝合金的下摆壁 减轻的黄下重量 对于减缓它这个弹跳 传到车内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我们这件顶底盘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享过 福特这个C2底盘 它的前后副车架 它跟车身连接的这个轴套 都是相当大 相当厚实的 这也不难理解 其实传到车里面的震动 包括整个底盘在行驶时 动态的这种回馈质感 确实是没话说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这个Vignali 除了这个更舒适的底盘之外 它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牛肉 开KUGA确实是很好的体验 而且在这个准130万级别的SUV里面 大概只有CX5的2.5T 动力可以稍微跟它相提并论 但是论整个动态啊 动力系统跟底盘系统的协调性 包括整个行驶质感 KUGA确实是无可挑剔 那过去我们看多了ST-Line 它比较偏运动化的外形 那这次导入的这个Lignale 很明显的外观上 它走了更多的这个精致的精品风 包括它这个层次分明的这个水箱护照 包括它这个下面倒缝制型的前气霸 那它的头灯其实也升级为这个 单体LED式的智慧头灯 那往车测看最明显的差别 其实就是它这个20寸抛光面的这个铝圈 加上245的马牌P76的轮胎 那从车测包括这个门槛的踏板这边 都可以看到这个Vignale的这个车身的四灰 再看看车尾的部分 因为Lignale全车系都标配这个全景天窗 所以从车顶看去 它是整个玻璃面的车顶 加上它这个鲨鱼鳍的尾翼 那小改款的这个KUGA 它在车尾也做了一些造型上的小跟洞 包括这个雾灯的部分 还有左右单出的这个扁平的方形排气管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车内的变化 坐进车内 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座椅 哇 它这泡棉好柔软 感觉椅电也变厚了 然后它用这种打孔的透气真皮材质 那不同于这个ST-LINE 比较偏运动性 比较偏硬的泡棉 它这个偏软的泡棉 坐起来更像沙发 椅背上有这个Vignale的这个明板 看起来质感确实不错 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组座椅呢 双前座的座椅 它还带有这个三组记忆 跟十项的垫条 也就是说除了前后左右椅背 加上我这个腰靠的位置 跟充气的这个程度之外呢 包括这个HUD的设定 也会整合在这个座椅的记忆当中 也就是说你按下这个记忆 它会把你的座位 然后跟HUD的角度 跟里面显示的资讯 都会做一个整合 那另外一个内装的重点 就是它其实在用料上面呢 比之前的要更加的考究 像之前我们老司机时间有提到 这个中央扶手的这个质感 上面那个塑胶皮之前 看起来塑胶味很重 现在呢它也用这个 有缝线的这个合成皮 去包裹 包括我们之前吐槽 就是你这个车内的门饰板 这个卵质胶料只做半套 这次终于重散如流 前后都用这个 卵质胶料的包覆 因为Magnale是比较定位 比较精品豪华 所以它在车内的饰板部分 也用了这种类似胡桃木的这个木纹 这个纹理啊看起来还蛮自然的 总体来说变化不大 但是质感升级了 那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做到后座 空间确实很宽敞 终于这次KUGA呢 它的座椅是可以做前后 蛮大幅度的滑椅 椅背的角度终于是可调的 也就是说它领的不再是客户车牌 它是一部标准的这个休旅车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之前吃KUGA的时候 有提到的一些小细节 所以你看它这个电动窗的升降的质感 它在快要密合的时候 它会先减速 然后缓缓的吸进去 非常的湿滑 其实这种小地方 我觉得也只有福特这种品牌 会这么考究 大部分电动窗 就咔 然后咚 就关起来了 没有所谓的分段 更没有所谓的阻拧感 那也由于KUGA 它对于整车的NVH的考究 我们刚刚提到它对于内轮拱 对于这个底盘的隔音 对于整个车式刚性 都做得很好 所以它车上配的这一套 不算是特别高级的B&O音响 但它也有十支喇叭 包括中央声道 跟后面的重低音 在行进间 它的音响表现 确实是这个级别的车里面 可圈可点的 简单来帮KUGA Vignale做一个总结 这一年来 在准130万元极具的SUV竞争 真的非常的激烈 先有这个Tusan L的上市 后来又有这个KIA全新的Sportage 然后包括福斯的体逛 也可以买到它的入门版 甚至刚刚发表的这个Skoda 中级改管的这个Carlock 都集中在这个价格带 那甚至国产的另外一个强劲对手 MG的PHEV插电混动的车型 价格也差不多跟这个车接近重叠 那我还是必须强调就是 如果你不在意它的国产车身份的话 那福特对于整个车辆的工艺 包括它整个动力底盘的配置 我觉得是相当够诚意的 那总体而言 我觉得这个车有很多方面 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去探究 包括它的整个看不到的地方 它的用料 包括它的底盘的设定 甚至对于它整个门版的设定 我真的很想把它拆开来 足以跟大家做拆解 那今天时间有限 下次我们再把它借出来 把它顶高 把能拆的都拆下来 看看它的用料到底诚意在哪里 今天的热驾试车就到这边 我们下回再见